我的真心就是人不犯人 人不犯人 我對人很客氣 但是不可以欺負你 我沒有想罵他啊 我沒有想罵他 他們好朋友 片場著王樂妍一領 表國罵邱希文回應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怎麼能這樣說的 你怎麼能拿著把人家來找頭 沒完你聽了 請你離開 44歲八點檔女星邱希文 26號被《鏡周刊》爆料 和同劇組王樂妍 起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不只扯對方依領 還阿罵死破媽等三次禁 幸好友人勸架撲滅火藥味 你早上去玩我要拍 我來拍一下委屈好不好 戲劇《美麗人生》開拍兩年 邱希文王樂妍在劇中演出好姐妹 但一次妝髮造型 拖延到了拍攝時間 劇組的閒言閒語 讓邱希文不太疏忽 Butt一旁作等的王樂妍 對時間認知不一樣 業餘了幾句 就讓邱希文直接爆炸 在攝影棚當著所有人的面 大吼誰說我吃到 我忍你很久了 不要以為你有靠山了不起喔 因為我個性比較直線條 我不高興 我很容易就會散發出來 我藏不了 鄭中音進捧舒嬅時 關心了奧嘟嘟的邱希文 傀儡來的邱希文說 我很不爽 有人惹我 有個死破XXX 瘦團體排擠我 沒在怕的王樂妍 停了便回 我沒有喔 其他邱希文就上前 扯出王樂妍激凌 槍殺你什麼態度啊 有疑問你可以來問我啊 被在場人員拉開 邱希文還不要火罵解氣 我的個性就是 人不犯我 我也不犯你 我對人很客氣 但是不可以欺負你 4月14號他在臉書PO文 沒有後台只有陽台 我不管你是誰 不要的最大 26號在報導曝光後 再度發聲 我的處事原則 一舉都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不打我的頭 我不裁你尾 樂妍跟齊文兩位合作過 我們沒有合作過 我對他印象是 很能吃苦的女生 我第一眼見到這個女生的時候 就覺得哇 就是很漂亮 可是他有一種很高冷的感覺 好像很難清淨 可是跟他講話的時候 好像又 欸 又 又算好聊 你知道演員跟演員之間有一種 呃 同樣的心情跟心聲 我們這裡可以怎樣 他說好好好 一拍幾合的時候 你就會在演戲的過程 你就會很舒服 製作人好笑組說 兩人就是吵架誤會 起問個性就是這樣 有一些妝髮和車程的問題 這些都是誤會啦 至於雙方合好了沒 好笑組說 女人家心都比較小 要在一點時間 先在表面上就是沒事啦 而往後會不會後不見後累 他則表示 沒必要這樣吧 他們在戲裡演了兩年多的姊妹濤 現在戲中還是親家呀 我沒有想罵她啊 她很好朋友 她在罵你的時候 你心裡在想什麼 我覺得她講的是有道理 其實周其文一直以來性情剛烈 2019年演出大時代 就因為誤會自己是王瞳口中 乱講話的女性 標罵五字經寫下千字文 跑紅劇組同酬 掌勢欺人 罵人像罵狗 您是在對我耍什麼味啊 希望不要再碰到 會欺負弱者的同酬了 對照下來咧 有話直說的周其文 雷點很明顯 就是討厭被誤會 以及職場暴力 邊氣邊認同